如果萬一你找的模型剛好沒有 我們Dimension支援的 因為剛剛有同學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是3DS的這樣的模型格式 可是呢 我們這個版本的Dimension 它只支援OBC有沒有 STL SKT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各位 你也可以把Photoshop當作是一個轉換的工具啦 因為Photoshop本身的3D 它是支援 我們的那個 叫做3DS的 所以我們可以試看看喔 來我們進到 這裡面 我去找 這裡 找找看 在這邊 如果你的模型只有 3DS 我找3D Max的 好 這裡很多對不對 好比如說你要這個汽水瓶啦 可樂瓶 好這不用錢的 可以下載 OK有沒有 DIP把它抓一下 所以你在找當然 你要省麻煩就是找 像這種有 比較標準還有 OBJ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但是呢 如果真的沒有 你可能就需要 勤勞一點喔 來在這裡 一樣按右鍵我把它解壓說到它資料夾 這樣比較不會散落在外面 好 進來 不是這個 應該是另外一個 好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 3DS 所以呢我就利用Photoshop把它打開囉 我先開一個檔案之後 從3D這裡 所以 我們Photoshop的匯入 就是在3D選單這邊有一個從檔案新增 就是匯入3D模型的意思 好找到它 找到你的下載的檔案 就是 OK 叫進來 是 所以有沒有感覺你以前學的Photoshop3D 原來還可以拍上用場 但是呢 Photoshop3D 它基本上對於這種材質的相同性就比較差 所以它可能這個模型進得來 但是材質的部分也許就沒有進來 那這個時候可能 你就必須要重貼 所以 我現在透過Photoshop 我把它叫進來的 我只是 轉接一下 有沒有要轉唇3D塗層 這樣就可以匯出去 好我就從這邊再把它匯出去 我們支援的格式 比如說OBJ OBJ算是 一般來講算是 支援度比較 廣泛的 好確定 好一樣放到這邊的資料夾 OK OK 好那他現在就把它輸出了 輸出好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可以找到 剛剛這裡 有沒有 OBJ有了 你就可以把它拿進來 沒有進來 在 這裡 OBJ 叫進來 喔有 有沒有 瓶子進來了 大小縮放一下 好你按桌是不是就等比例縮放 然後移到 桌子上來 這裡這裡 你也可以轉個角度 看一下你要放哪裡 可是呢你在這邊就 變成你的材質的部分 你必須要去看一下 因為呢 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很多組成的 你要去看一下 哪一個是什麼材質 再把它慢慢貼進去 那你剛剛下載的這個裡面啊 其實通常 他也會有這些材質 你看這裡 點開 有沒有看到 你要一個一個去對一下 這樣了解喔 就經過這個過程 你還是可以把模型 放進去 這個是 跟平常 一般你在處理 點陣的啦 向量的這種 2D圖片比較不一樣 3D模型 他的複雜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有可能 你會遇到這種情形 好所以這個部分就 麻煩各位了 你可以自己 稍微參考一下 就是如果遇到 萬一會不進去的時候 把PhotoShop 讓他用一下 動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